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行政助理陈嘉欣 HR告诉我 行政助理最重要的就是使命必达 短短的一两个月 我失去了一段感情 却多了一个领证的丈夫 怎么回事 不是你只是演一场戏吗 看来这能俩成真了 还当上了妈妈 嘉欣啊 你是不是没事吧 怎么突我这么厉害啊 你出这么大事了你还瞒着我 你现在马上坐船给我回家 你说 那个男人是谁 宝贝 这个人是你的爸爸 一个很能干 很仗义的人 我说你什么时候敢变一下你 什么意思 勇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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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头 挺胸 加油 陈嘉欣 陈嘉欣到你了 很抱歉 妈妈保护不了你 我们三个人 只能拥有短短的缘分 只有你消失了 他才会幸福 陈嘉欣 陈嘉欣 我要我们的孩子 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真的吗 真的可以留下他吗 我们去把全党所有的朋友都请来 我当场宣布 陈嘉欣 就是我们承杰集团的孙媳婚 我很期待小西米的到了 又很害怕 我是想告诉你 你要跟异性保持距离一下 已婚女性 小西米真正报道的那一天 陈嘉欣 我们就要离婚了 You've made me home You've made me feel free 这是我们三个人 最近的一次距离 然而 一切却要开始倒数了 倒数的缘分 倒数的幸福感 为什么 我会这么舍不得了 I feel you If under my skin 你跟他只是一场目 他只是选择对自己的孩子负责 而你 可有可 我要给我和我的孩子一个机会 一个公平的 被选择的机会 可以不要忘记你 但是谁也不能带走我的孩子 妈 孩子呢 小西米还在 对不对 下线 你不要我了是吧 你不会再原谅我了是吧 陈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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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是个游客 你是要来这里 开始全新的生活 陈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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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就只是 我恨你了 冒兮